一样社会焦点但把镜头转到美国 美国芝加哥国庆日廉价的游行枪击案 现在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 嫌犯周二被指控7项一级谋杀罪 可能还将面临更多的罪行 这嫌犯凶手是21岁的克里默三世 当时他朝着围观的人群开了70多枪 导致现场的民众惊吓逃窜 那赛赛在行凶之后也疑似故意穿上了女装 特别遮住了脸上的刺青 想借此混在游行的人群之中 警方说这个枪手行凶的枪支是合法购买 而且在他车内还发现了另一把的步枪 不过克里默三世为了犯案 似乎已经策划了好几个星期 但目前还不清楚确切的动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